黑暗笼罩万物 我将是黎明前最后一道曙光 一来一天 金水黑暗 兄弟们 这是一个幸运方块 不要带走我 求你了 这也是一个幸运方 给点装备吧 我记得咱们上一把 有一件无敌装备 就是他给的 走你 真的掉了一个头盔 我去 我去 Oh my god 兄弟们大概会玩了 咱们这一次 要把它放在手上 记住啊 是放在手上 别穿着 因为挡视野 有时候视野被挡住的话 这个游戏就变得不好玩了 我现在手上拥有一个 怎么讲 抗性提升全满 而且防御力全满 并且呢 生命吸收和 是这个血量非常高的 这个装备啊 差的只是 去墨地的一个途径 以及完美其他的 这个装备 是吧 不叫完美 叫完善 所以我有没有运气 支撑到那 我这个到底是 梦幻开局 还是怎么的 这个就看我手速 我能不能做两码斧子 这一把斧子不够啊 哥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关注哦 这将是一次 欧皇开局 像这么顺的开局 难道还能有意外吗 我说 再来给他办足 哦 必须砍两棵树啊 一棵树不太够用 掉了个小苹果 哎 深色项目也到苹果吗 我怎么不记得 有这种设定 好吧 掉就掉吧 来 先给自己盖个小房 不管怎么样啊 家一定要有 而且必须是河边 哎呀我 太豪华了 兄弟们 门口中开树 咱的武器是个帽子啊 僵尸根本想不到 我们这叫什么 叫突然袭击 哈哈 直接给僵尸打梦了 来点箱子 四个大箱子 不应该是两个大箱子 摆好 破烂撒进去啊 这些都属于是破烂 后面拔点胡萝卜 这应该有 三十多个是吧 旁边有框树 哇 峡谷 朋友们 想不想稳一些 如果稳一些的话 咱们在这做坐标 峡谷里边 煤啊 铁啊 应该都有 我估计应该都有 来 这就是叶峰的小屋 叶峰的小屋 已经安排上了 往去那峡谷 看一看 说实话 挖点石头 从这边直接走过去 直接挖一个小屋 我还好高度不高 不是我们家的后院 怎么事小老弟 没见过上帝是吧 好家伙 直接天亮了 再把它脱下来 这帽子真好使 兄弟们 我找到了一个玩法 手速流 以后谁敢说 我没操作 咱这帽子拿到手以后 那不是操作 那是啥 我就问一下 这不是操作 这是啥 东西扔这 切换一下 来 搞一个石膏好吧 石斧要不要 我觉得石斧就没必要了 铁得拿着 一会儿可以进入铁气时代 五块铁 再来点煤 做活吧 十二个拿够 十六个 直接做一组 不怕遇到怪 遇到怪 咱们就跟他来一波手速流 有铁 看来很快就能进入铁气时代 非常好 再多挖点煤 这属于吸油资 三级等级 下边这儿也有黑钥匙 我怀疑底下有吸油方块 虽然我没证据 但我怀疑这儿就是有 几块铁 七块铁 不太够 最多 不对 最少得九块 九块留出个铁桶 这样我们能装牛 知道吧 然后我们就不怕毒 只要不怕毒的情况下 我们这套装备 应该是基本无敌 估计 就怕个凋零吧 只要我有这头盔在的话 还有在我反应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估计我要是嘎了 别人得骂死我 你这么牛的装备 都能嘎 你这不是严我的吗 你这不是 不是不是 真不是 它真挡事 现在我们把铁烧一下 把铁烧一下 这么无敌的开局 肯定要稳当点 对不对 一个熔炉烧烧 三块应该就够了 坐等我的铁装备